昨天这个电梯啊 就是说我们也长期有这种情况 就是说突然的就是上下 就是说不显示 那个按钮不显示 然后就是说抖动很厉害 人就是说在里面出不来 主要现在是四号楼最多 经常出现吗 经常出现 韩先生说 四号楼一位女业主 在业主群里发布了一段视频 记录了她经历过的电梯惊魂 视频显示 当时女业主正通过电梯里的 求助按钮向物业求救 显示是二十九 但是电梯实际上是在动的 我已经从B2到二十九 现在二十九又下来 不知道到哪里了 永远到不了一楼 哎呦吓死我了 你现在又上去了 我怎么都出不来 我出去了 吓死我了 视频显示 女业主发出惊叫时 视频也发生了剧烈抖动 据说是电梯在上下抖动 记者在四号楼一楼电梯间外面 遇到了一位带小孩的阿姨 我两次了呢 我带着小孩的吓死了呢 两次就是这个 这个要好的 前半个月的好像的 我的吓死了跟地震一样的呢 哎呦 有些时候腿呢 吃腿的 一个腿 像他这么搞 我拿跳出来的 有小孩我都不敢了 2016年 2016年 那他现在还没几年 他怎么电梯就这样 这个呢 当初呢 这么个情况 因为呢 我那来的也没多少时间啊 那么我们这个电梯呢 是委托这个 那个 微保单位的 那么确实正在这业主呢 也反映这个 这台电梯呢 这个月呢 故障也出现了好几次 整个小区有几十部电梯 都是上海三菱的 经常出故障的这部电梯 编号是 四状17号 有业主分析 当年四号楼是经装修交付的 当时装修的时候 没有采用吊机的形式 装修材料 都通过这部电梯运上去 估计那时就埋下了隐患 目前电梯已经过保 由物业聘请的 维保公司在保养 我们也检查过了 主要是电梯运行当中 哪一个位置丢失 一个保护功能 它上下会去矫正一下的 我们也相关的东西 也检查了一下 有些开关的也更换掉了 现在目前来看 在观察中 小区目前还没有成立 业委会 物业表示 在春节过后 会征求业主意见 看是否请专业检测部门 给这部任性的电梯 做个彻底的提检 1818黄青眼记住报道